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一起来到直播间的还有高级班的陈灵溪和梁黛一 首先请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直播陈灵溪 我今年9岁 现在正在上4年级 我特别开心能来跟着一起讨论 大家好 我是梁黛一 祝大家周秋节快乐 希望大家能吃一吃月饼和赏一赏月 我是高级班的梁黛一 我今年9岁 以前是跟灵溪一般的 我很开心来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是啊 今天是中秋节 希望大家能吃到好吃的月饼哦 希望大家也能多吃点 是啊是啊 大家都介绍完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讨论节目吧 我们会讨论三个题目 第一恐龙是怎么灭绝的 第二到底有没有外星人 第三该不该养宠物 首先我们开始讨论第一个题目吧 恐龙是怎么灭绝的 我知道黛一对恐龙的知识比较多 我们就先请他来发表意见吧 我觉得恐龙是因为洪水灭绝的 因为所有恐龙的化石都分散在不同的位置 就是其实没有很多恐龙的化石都在一起 就是一般就是一两个在一起就没了 就大部分都是一个恐龙在那儿 另一个恐龙在那儿 我还觉得是洪水引起了恐龙的灭绝 是因为恐龙的骨头一般不是都完全连接的 都所有的都连在一起 是因为是水把那个骨头都冲开 然后冲到不同的位置 然后呢 最后呢 还是因为很多恐龙的化石都发现在有石头的峡谷里 那为什么它在峡谷里呢 是因为那个水把泥冲到了恐龙的尸体上 然后呢泥慢慢的好几百万年后变成了石头 包住了这个恐龙的化石 然后最后它就在峡谷里了 嗯 你说的很有道理啊 但是我觉得呢 是因为陨石撞到地球 因为呢 很多人都相信这个想法 而且也很有逻辑 很有道理嘛 因为你看 如果陨石撞到地球 首先有可能有两种方法 让地球 呃 上的恐龙都灭绝了 一种是先是食物没了 那 食草的恐龙也就 呃 没了 那那 食肉恐龙把肉吃完了 就但是也没肉了嘛 那为什么没肉呢 呃 这就是第二个 第二个 想法就是因为 这陨石撞到地球 还是会有灰尘 但是因为有了灰尘盖住了太阳 呃太阳底下的这些 嗯 恐龙蛋呢就 孵化不了了 所以呢可能就 孵化不了 呃 小恐龙也就 呃 没有恐龙了 那我我其实跟青年也是部分同意的 我觉得也是陨石撞地球 陨石撞到地球之后 有很多很多这种可能 其实啊 第一种就是 有可能会导致很多火山喷发 火山喷发之后 所有恐龙就被灭绝了 第二个可能性 导致了很强的地震 地震把恐龙都整灭绝了 那第三个 是很多人最相信的 第三个就是陨石撞地球之后 导致地上所有的灰尘都起来 到太阳上 挡住了太阳 挡住了太阳 植物就无法生长了 因为植物是需要太阳才能长起来 要是植物长不起来 食草动物就没有植物吃 它们就一个个灭绝了 而等食肉动物吃完食草动物的肉之后 食肉动物就没有任何食物了 小的动物们肯定也躲起来了 大的动物们都灭绝了 那食肉动物到底吃什么呢 没有吃的了 只好饿死了 那倒也是啊 我觉得你们两个说的很有道理 有很多知识是真的就是 灰尘挡住了太阳 然后植物就长不起来 草食恐龙先死了 肉食恐龙没肉了 就打别的肉食恐龙 最后把所有人都咬死了 最后把所有人都咬死了就没有吃 对啊 然后就自己死了 那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没道理 就是隐石撞击它一定会砸到恐龙 那隐石那么大的力气砸到恐龙 它就不就机灵八岁了吗 就其实没有什么东西了 但是我们还没有找到那么碎的就是 这么这么一点的那种化石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不可能的 但恐龙比较大 所以有可能它的骨骼会比人类的强大一些 当然我没有任何证据 但是很有可能它们的骨骼比人类的强壮 是 再因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是洪水把它们冲死的对不对 那你说这个洪水为什么会发洪水呢 难道以前就没有发过这么大的洪水吗 以前根据现在的说 其实经常发洪水有很多原因 就是慢慢天气变冷 或者就是什么地震什么东西 我觉得最可能其实是地震 就是自然的地震 因为慢慢的它又变成冰河时代了嘛 所以呢是很可能会有地震 然后引起了这个洪水 对对 但是呢地震是怎么做出来的呀 是不是就是陨石撞地球啊 要不地震其实 那个时候一个地震导致了洪水 不可能把所有恐龙搞灭绝 因为洪水只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那种 而而那个时候恐龙是全世界 所以应该一个洪水或者一个地震 应该做不到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陨石撞击地球 导致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地震 有可能就如果按照你说的话呢 就是导致一个 有可能那也是原因 导致特别大的原 那个地震 然后呢地震之后导致特别大的洪水 先是地震 然后洪水 然后灰尘 所以恐龙就一个个都死光了 那戴依 呃你说是洪水撑死的 对 那这不是还有一些恐龙会住在海里吗 会住在海里的那当然他们那个水不是往外泼了吗 所以有的那些恐龙可能就被带到岸上了 那当然有的时候 那当然一个时候那个水就没了 不会永远都会有这个水 要把我们整个世界就是水 所以那个那些恐龙也慢慢的最后就干死了 然后也在那个泥里面就变成了化石 耶 这个这个很有道理的 这是很有道理的一个想法 正确 但是飞的恐龙是怎么被洪水冲灭的呢 而且灰尘也挡不住飞的恐龙 因为飞的恐龙可以飞在空中 而且飞的恐龙也不怕地震 因为地震是在地上的事 跟天空没任何关系 那那个飞的恐龙就可以无限在天上飞吗 它就可以无限永远永远的飞吗 不落到地上吗 它们有时候有可能会需要吃一些食物 但是但是它们有可能活的时间也会长很多的 是 但是它们可能会被冤成熏死呀 到时 嗯对 对 那 还有人有任何意见吗 啊 我觉得灵溪 那你说是陨石 灵溪和亲人 你们都说是陨石导致了恐龙的灭绝对吧 嗯 那问你们一样的问题 怎么能有 就是好几好几十 好几十百万个陨石 同时砸到地球 引起了所有的灭绝 不是好几十百万个 好像反正在我的research 里面 只是一个陨石撞击的地球 对 但是陨石撞地球你可不要小看它 但虽然显得好人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石头 但是呢很多时候一个陨石撞击地球之后 就是因为首先陨石特别特别沉 你想假设 这 啊 比如说假设我把 我把这个麦克风把它这么切下来 然后把它扔到地上 那就很大的震动了 是甚至也会有点东西碎什么的 嗯嗯 但是陨石你就把它想象成是几百万倍 的重量 对 那样啪一下这种地球 那就有很多很多窟窿什么这一堆的大灰尘这些的都会有 所以其实啊对恐龙有特别大的威力的 对 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可以引起比如说我说的洪水或者地震或者火山爆发 但是我们不能就是一直说那个我们觉得是什么样子 以前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都不知道恐龙长啥样的就觉得说恐龙怎么灭绝的得看我们现在有的化石 化石是不是分散在不同的位置啊 那如果有陨石的话恐龙当然一批一批的跑了就像那个蓬佩火山爆发的时候所有人都挤在一起跑啊跑啊 不是像那个啊我跑这边你跑那边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可能是洪水 但是洪水的话呢像如果洪水从这边往下流的话呢那这是洪水恐龙都在这边那他们是不是也是一大波一大波的往外跑啊 但是那个水会冲啊那个水不就这样子然后就把所有的恐龙都冲在一起了 有可能冲在一起的是有的但是大部分的冲到不同的位置了 但是呢水的水流就是一个方向不可能水一会不能水这一部分往这头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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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说的是个很小的洪水大的 因为这种大的这个洪水完了那边出来一个这边出来一个就哪来都是 就像你意思就像如果一个呃一个三角形下面倒一杯水水都是从四面八方流下去流下去 对就是对我借一下这个啊 但是呢如果是从不同方向假设这个是所有恐龙水先往这冲 然后水又往这冲然后水又往这冲 他们还是在一个地方呀那恐龙不会想逃吗 然后这比如说那个给我借一下恐龙在这儿啊水先把他们冲到这儿一部分就跑到那边了我不想再被冲了 这一部分呢又被冲到那边了然后那一部分的那一部分就觉得啊我不想再被冲了跑到那边 但最后都被冲没了就冲到哪儿了都是 嗯嗯所以呢我觉得这两个想法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是科学家们还没有还没有证明出来 对对我们都是就从research猜测对然后从在google上搜这种的说搜这儿 google 说恐龙是陨石撞地球的或者靠咱们读的书是而不是就是真实的咱们真的看我对谁活了 两六万多年呢 有如果有人活的那么长时间的话真是新鲜了 是对太苦了能看见恐龙 嗯对但是我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 呃陨石撞地球是可能的是因为呢你想啊你们知道一个叫creator lake 的地方吗知道它是在俄勒冈的对 那那肯定是一个很大的陨石撞到地球吗能呃弄出一大体呃一个湖出来突然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了碰它撞了一个大的一个坑 然后那个水就慢慢流进去了 嗯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你说的洪水还是有道理的只不过一个陨石假设这是一个陨石然后这是这是一个水它撞了这个水就把它挤出来刷一下 而且如果水特别多的话呢那水不就淹没了吗 嗯所以我猜啊是因为陨石撞地球出现了一个洪水 对好了那我觉得呢这个题目大家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们是不是可以呃换到下一个题目了呢准备好了好的好 那这个题目呢是到底有没有外星人这一次呢我想请陨西云先讲一下自己的意见 好那我其实觉得外星人是应该存在的我来告诉你一下为什么其实有很多原因 第一个原因在google research上很多时候你能看见比如说有一些人写的文章啊这个时候我看到的这个像ufo的东西甚至有些书都讲这些奇怪的ufo我其实还看过呢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我记得好像在我搜索的时候我看到就假设这是一个船 有一个人在这个船里看到了一个大大的就是白色的东西但是呢他是浮在水面的所以应该不是一个潜水艇但是他又特别小看着不像船而且也看不见里面有什么人所以很多人有可能就会猜测 哎那这个会不会是一个ufo啊里面会不会有外星人而且这也是有可能的有可能外星人就是想explore一下咱们这里探索一下对对我这样一个东西叫ghost ship 就是里面就是里面就是没人的就是有人在岛上困到岛上不想要那个船就成ghost ship 有时候比较小有时候比较大而且呢都是在海上漂流了好几年的所以那可能颜色也就变了嘛 好那我觉得是有是有外星人的因为那个我从research上发现的是在我们的银河里这只是我们的银河里有三亿对三亿个很多很多对三亿个跟地球环境一样的星球 那当然那里会有那个我们不会是唯一一个在人工人银河里生活的东西 对还有可能在银河里比如说一个一个离我们特别远的一个星球里其实就有一些外星人 而且咱就不说银河说全宇宙那那得太多了我我都不知道有多少肯定特别特别多 但是你这么想这么多个星球这么多个这么这么多个星系只有我们这么一个会生活的人 我觉得应该不是真的我觉得很有可能在宇宙宇宙的另外一方有可能会有更多更多的生命在那头 那我觉得呢可能是有的因为呢你看呢这个外星人除了跟我们长得不一样估计想的也不一样 五脏六腑估计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而且而且如果他们就是他们有高科技嘛所以呢他们我如果我们想要就是去呃去银河系里呃探索他们就可以帮我们呀 因为呢你看他们多高科技呀啥都有嘛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好的事情嘛 我还觉得有外星人是因为就是我们地球上不只有大的像大象啊企鹅呀能看见的这些小动物 还有微小的微生物是是那那说那个有三亿个跟地球环境一样的一个星球 那在任何那一个星球上或者人类没有被没有探索过的星球上可能就会有一个跟沙子一样大的一个微生物或者是外星人 对那你你刚才就是说了一个小小差错但是没事的就是就是是不是三亿个就是能生存的星球就是有三亿个星球 那那也很多很多好多的可能性有别的生命 所以很有可能比如说咱们肯定知道太阳系是没有任何嗯 那万一有别的系呢 别的系有正好跟跟太阳和地球的距离的呢 那首先天气就好了有可能会出现水有可能会出现陆地 甚至有可能还会长一些东西 长一些小微生物有可能上面还会下棉花糖嘛 有可能什么东西都是有可能的 还有一些离我们很远很远的星球就是它们表面看上有水 所以在那个水里面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海水里面有微生物对吧 是所以在那个水里面可能就会有外星人微生物 对嗯对我还知道就是呃好像是去年还是哪年发现了一种新微生物 就是看起来很小看起来它是一个呃迷你的外星人 不是外星人啊就是阿斯陈呢嗯 它就是带着一个黑色的小面具然后呢全身白色的但它只有三个爪子 看起来有点可爱也有点呃奇怪对对对对对 我还觉得有外星人因为只说我们的银河这么大还有三亿个外星人可能生存的地方 那当然又会有外星人了这么大你就说只有我们地球上所有的生物才是整个宇宙 你所有生存的东西吗三亿分之一的可能所以可能很小可能很小但是也有可能就很小的可能嗯我们是唯一的是对但是呢那个特别小所以很大的可能会有别的外星人存在 但是而且呢我之前一个同学给我借了一本书那本书里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各种各样像mythology的story但是其实是真实的比如说比如说有有些人们common sense的比如像louchless monster bigfoot这种的对你说有可能是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外星人吗 因为你想这个世界里还没有找到别的像他们的一样的东西但是呢咱们只在地球找过没有人真正的去银河系找所有星球看看有没有同样的呀是谁有这样的经历啊而且我还有一个证据就是八百分之八十啊世界上百分之八十二的人都相信呃世界上肯定有外星人 嗯那如果就是像灵溪说的那些怪物如果是外星人的话那我们就不用找了大家就找点照片说大家我今天给大家讲外星人你看这是bigfoot哈哈哈对但是咱们没有证据啊对是是但是有可能就是都是有可能的好了呃这个是这个题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要讨论最后一个题目了 这一次呢我们会请亚秋老师跟我们一起讨讨论这个题目 嗯 这个题目呢是该不该养宠物呃大家应该大部分人都喜欢养宠物吧 但是有些人的观点可能就不一样了那我们是不是开始讨论呢可以 好企业你要不先说吧嗯好了那我我支持我支持养宠物这个观点因为我自己就养了三只宠物嘛 两只兔子哎你不是两只兔子两只鸟和一只兔子好可爱 嘿嘿很可爱 嗯因为亚秋老师是我们的嘉宾那我们就请他先来说吧 呃我想养宠物对很多人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不但是对他们的呃健康好啊对他们的心理的健康也好 但是呢我们同时也要想想对宠物来说是不是很好所以我想从这两个方面去探讨可能比较公平一点 因为你养宠物宠物被你养那么宠物是不是想被你养呢当然有的宠物是非常粘主人的 就是狗对狗就是哦你给我扔球我就一定要把他给你我不给你我就死了 对但是有的宠物并不粘主人比方说 喵 猫不太粘但鱼呢鱼恐怕不会粘主 鱼就是这样子的 你跑到鱼旁边跑到高上喂我要不然我就咬你 呀或者像你如果如果恐龙现在还存在恐龙肯定不粘人 你给他一个吃的汤汤就把你的手咬掉了 哈哈当然恐龙也有大的有小的像在一对恐龙那么了解 一定是有些恐龙可能适合当宠物但是当然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说可能 如果养鸡的人话你可能会见到那种很小的那种小恐龙那些恐龙就跟鸡一样 但是吃肉的所以可能会比较养主人 鸡也吃肉 比方说他吃蚯蚓吃虫子都都算是肉食的呀 对你知道鸡还跟恐龙是亲戚 对对因为他们都会把食子咽下去来那个 帮助消化 对我也觉得是得像宠物的那一边看 就是比如说那个鱼啊 假装你是只鱼 然后你被捞了 然后你就被放到宠物店 然后你被一个人买了 然后放到一个缸里 然后还得吃主人给你喂的东西 你说你开心吗 你以前在大海或者湖里或者河里 然后现在你在一个玻璃河里 然后你还得吃主人喂的东西 你说这玩意儿开心吗 肯定不开心 但是呢 你要是再换一个角度想的话呢 鱼在大海里有很多很多 比如说各种各样的鲨鱼啊鲸鱼啊 有可能吃它们 是 但是呢 等到鱼缸里 就没有任何就是没有那种threat 随时会被吃掉的那种感觉 有threat有threat 有threat 那个人养的不好 然后把它养死了 那倒是那倒是 但是呢 很多宠物都是好几代好几代流传下来的家养宠物 就是从第一个主人把就是像受伤的或者被捕住的流浪的 对流浪的一些动物拿回家 然后呢比如说狗啊如果受伤了那这个主人给它会吃的这样的 它就会跟主人很黏嘛 所以呢 也就 开始了这一代宠物嘛 我还是觉得不应该养宠物 因为 就是最后听言你的狗我知道一只死了 然后你是不是很不开心呢 是 那这狗这么小 而且是 而且是 呃我的 嗯 我 呃而且是 我的几个亲戚 嗯 在 呃 在四川 呃因为它那个三有三只小狗啊 是 嗯 它们 是 就是 有好多苍蝇而且它们没饭吃嘛 所以呢 就把它们 拿回家 本来要卖的 但是我 因为没人买嘛 因为我们太喜欢小狗了 所以呢我们就把它们留着了 但是好像有一个被撑死了 有一个不知道怎么死了 然后另外一个是被汽车撞死了 嗯好可怜 但是这死的时候你会很伤心对吧 这特别喜欢的一个小伙伴 那怎么样能避免这个呢 最开始不养 不养呢 你没有鱼 然后你说鱼死了 你不会不开心呢 因为你根本都没鱼 对 但是我觉得呀 养宠物其实还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虽然就是 人角度肯定是好事 但是就算是 宠物角度 比如说 你要是养一个小宠物的话呢 比如像我 我和我父母和我妹妹之前去过一个tacoma的zoo 然后那个zoo里就有很多很多小小的海豹会顶球 哦那你说要是海豹在野外他们会顶球吗 不会啊 但是他们有自己的方法来玩啊 对我知道 但是但是就是进到动物园之后他们就能学到各种各样的技巧 包括狗啊猫啊都是有可能的 而且他们 甚至比如像小鸟啊 这些就是在tacoma zoo里 就是有好好 就有一个兽有好多好多动物们 就棒棒眼 都训练的可好了 要不是看着他们像动物还以为是人呢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值得争议的地方 就是那些动物他们想做这些技巧嘛 他们在自然界生活的话 他们完全不需要去顶球 不需要去取悦观众 不需要再再让去跳火圈 但是他们是给自己挣钱嘛 对啊 但是大家想一想 在表面上你们看这小海豹好可爱在顶球 但是如果这个海豹天天被劈鞭子打 让他天天顶球 你觉得小海豹会开心吗 但是我觉得呀 比如说像动物园什么的应该不会劈鞭子打 应该是不是会对的特别好 慢慢的让他们就知道听他们 而且他们也会冲 宠物也会变得更聪明 对人也会有好处 对人也会有好处 咱们还没有讲人呢 因为人 假设是狗啊或者 或者甚至猫都有可能 你有可能会带出去散步什么的 我然后我猫好观仰 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 我朋友有只猫跟他抢绳子 那个 那个 他的 朋友要去抢 那个绳子 然后呢 绳子没抢到 然后呢就变成了一个拔河比赛 最后 嗯 我朋友说了 哈哈哈猫赢了 是是是 对 狗呀猫呀 出去散步 首先 人 人和宠物都能得到很多锻炼 让他们两个都更健康 而且呢 而且 人们有可能就是 能能 就是见到 别的样的宠物的人们 能一起分享经验什么的 还能交上更多的朋友 是 而且好像跟着动物一起玩 不光是特别开心 在我的就是 在我的research里 我还看见 人人们要是跟着宠物玩 玩多 多玩一玩多开心 还能 还能降血压呢 哦 呃我们的这个 导播已经跟我们 表示时间快到了 我们应该要 暂停暂停我们的讨论了 是是是 大家的讨论都非常热烈 相信观众朋友们也有自己的想法哦 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收听我的节目 我们的节目 但是走之前 还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是不是啊 对啊 中秋节快乐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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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